那么最后一步呢 就是我们去完成这个点击的功能 点击一个日期之后 需要显示到输入框上面 同样的我们为它绑定一个事件 并且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需要绑定到weapon上面 click 那么获取到我们点击的单元格 如果它点击的不是一个单元格 那么我们这里用tagname 也就是它的元素名称 然后换成小写 如果它不等于td 那也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日期 那么我们就return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获取到这个日期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年和月我们都是知道的 那么关键问题是 我们怎么知道日期是什么 也就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我们取它的in-html就好了呀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year和month 是当前月份的 比如说这里2017年2月 我们取的是2017年2月 但是如果我点击了这里31 那么你可能会取到2017年2月31号 这个明显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取的是2017年2月 这里是0号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取到核心数据的时候 那个data 而不是showdata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这个data 首先写到结构中去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渲染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td 给它加一个属性 比如说data-date等于 这里写上data.date 这样我们就能够取到这个元素的data 那么我们这里同样使用一个比较新的API 就是date set 也就是date开头的属性 可以通过这个date set渠道 那么这样我们就取到了这个日期 最后一步是我们对这个日期进行格式化 输入到input中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格式化的函数来做 那么input.value等于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函数叫ferment 然后把这个data放进去 那么我们需要定一下这个ferment函数 functionferment 它接受一个data对象 然后最后return一个字符串 那么首先我们取到年份 然后给它加一个中杠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是取到它的月份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取到的是一月份 那么你就会输出2017-1 我们希望它前面能够加一个0 会美观一些 所以我们再定一个函数 比如说叫padding 等于famshin 那么当这个数字小于等于9的时候 我们return0加上这个数字 否则我们直接return这个数字 那么因为JS中有影视类型转换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纠结 类型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padding 加上一个中杠 最后取它的日期 同样的这里作为一个padding 这样format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在点击的时候 把这个日期放到输入框中 那么可以看到 跟我们进去的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好像多了一个月 那我们回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data写的有问题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month没有减一 就导致这样的问题 这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修正一下再看 那现在结果就跟我们预期的完全一样了 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选值之后 应该要把这个laterpick关闭掉 那么怎么做呢 可以看到 我们在点击输入框的时候 已经处理过同样的事情了 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一段 直接复制过来 或者提出来也可以 这里为了简单起见 就直接复制过来 是这个地方 然后将它关闭 这样的行为就跟我们预期的完全一样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datapick的基本功能就已经完成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